大家好,我今天来到了这个喀布尔的二手车市场 据说这个美军车走以后这里遗留了很多豪车 然后就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可能一两万人民币就能买到国内一百来万的车子 今天小玉带大家看看喀布尔的二手车市场 这辆稍微新一点的丰田啊,才七千美金 这种样子的在这边算比较新的了 你看像前面有很多已经刮蹭的不行了 他们这边就是在国内看起来都要报废的车子 还是在这边售卖的 你看刚刚看这辆车应该相当便宜就这样卖 在国内二手车市场应该是打好期 搞得漂漂亮亮的才会拿出来卖 看什么车都有 所以很多人过来这边买这个阿富岸的二手车 连这个大巴车都有 这辆奔驰车挺新的 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不是也是比较新 里面这里有一点猎皮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新的 这车多少钱啊 像这种车也是 九千 九千美金啊 是相当便宜的 看这条整个一大条长街全部都是卖二手车的 对面那里也是 这里的二手车市场非常的大 这个文杰你问他 我们如果比如说中国人在这边买二手车的话 需要什么手续啊 不需要手 不需要什么手续都不需要 有钱就可以了 就是就买一个 然后就去加郊游 然后就是自己的 直接开走 哇这个好容易 有有有有 有签证就可以买 就是有一个代表 代表你们 拿护照过来就可以买 拿护照可以买 这是一个阿富汗人 阿富汗人 我带你来就可以买车是吧 哇这么容易啊 他现在这边以这种日系车多一点 这边好多都是日本车 你问他一下 这个车一般都是 是本地人卖过来的 还是之前美军留下来的这种 以前是就是以前的政府嘛 从对白还有从别的地方就带过来的 现在的就是 以前前政府留下来的 不是 就是从对白带过来 哦从迪拜带回来的 别的国家带过来 现在就是这个政府呢 什么都没有 炒掉了 比如说就是从本地带过来 卖给他们 然后他就买给你了 这种就是放来放去 哦就是本地政府没钱啊 把这个车现在 卖掉了 来看一下 还是挺新的 三万亿美金 老铁们有没有来阿富汗买二手车的 便宜二手车便宜卖啊 他这个车子的这个牌照买了之后也不需要换 就是原牌照 这就不需要 这就是阿富汗的 就是真正牌照的 对在我们国内的话如果你买了二手车的时候 那个牌照是要重新换的 就不是这个号了 要重新换成自己的这个 我们这边就说就不需要住住 就是这个牌子嘛 这个牌子也是就是 这个车也挺好看的 就是8000 1000的车 我发现这边二手车大部分都是丰田车 日系车 我不是不太懂车啊 不知道这是不是比较 省油一点 所以这边的阿富汗 阿富汗富人啊 中产阶级都喜欢买丰田系列的车 这边的很多朋友告诉我 在阿富汗买车 只要发动机可以用就可以了 管它这个外表有刮刺 还是怎么样 反正主要的能用就可以了 现在就有两位小哥在这 检查车子呢 好 我们去给大家看看 再见 嗨